台湾新光大道 有關於自由時報所做的 這個ECFA民調 到底是真是假 自由時報到今天還是不願意 回應 甚至連原本的民調中心 蘇宇輝都說 他是不是民調的負責人 這件事情暫時不能公開 今天不再講 我們今天的那個聲明跟立場 報紙上已經登得很完整了 不再隨其他媒體再起舞了 請問你是那個 民調中心的主持人嗎 目前不變透露 一道說 在做民調的時候有全程入影 那影帶的部分 我們可以調嗎 目前暫時不公佈 我們不要隨著中國時報 在起舞 因為他說他此名是開出這個條件出來 我們都要去回應 我們沒有舉證的義務 自由時報說對於民調中心 有沒有存在或是有沒有做這個民調 不負責舉證的任務 連這個影帶能不能公佈 是暫時不能公佈 這個民調是不是民調的主持人 這個部分也暫時不能公開 不過昨天他所公佈的這一張照片 倒是引起蠻熱烈的討論 就是這一張照片自由時報說 這是本報4月25號於雙英辯論後 立刻動用64名訪員 在下午5點到晚間8點半 進行ECFA民意調查 圖為訪員進行電話訪問的情景 他說這個圖 是訪員進行電話訪問的情景 不過很多看過 專業民調公司的人都說 這個辦公室的隔間 跟所謂的一般的民調公司的隔間 是有蠻大的差異 包括這個電話是用傳統的電話隔間 是大家可以互相看到的 還有所謂全程錄影的說法 好像都跟民調的專業是不太符合的 所以自由時報到目前為止 不願意做進一步的這個公開 不過一旦如果進入司法程序的話 相關的資料是不是就得拿出來 今天中時這個民調總統有個 有個聲明 你有嗎 對有有 那我唸一下好了 他就說不用不用演你了 歡迎來告 就趕快來告 所以昨天楊憲永講的是錯的 楊憲永說不要告不要告 不要告怎麼沒有真相呢 既然中國時報都說歡迎來告了 自由時報趕快去告 然後告到那個賠償的錢 再拿出來做公益 這樣也很好啊 更新票案的2.41一起倦 那問題是中國時報沒有辦法去告自由時報 你知道嗎 只有只有只能等著自由時報來告 對 他不能主動去告自由 要告自由的人 告什麼 對喔 沒有沒有沒有訴訟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自由時報 我就講過 你一定要進法院他才會拿出來 剛剛蘇宇會提到說不公佈不公佈 那表示有是不公佈喔 不是沒有 那到法院你必須 就得公佈了 你舉證的時候就得公佈了嘛 那中國時報竟然 我就旺旺名當中願意這樣子 犧牲說歡迎來告的話 我認為自由時報是沒有理由躲避的 人家說叫你來告啊 你又不要告 你不要告就是心虛啊 你不告就是心虛啊 這個我的邏輯是這樣 你不告就是心虛啊 好吧 好不見你問告 謝謝你